但有時候很多讀者都會 DM 我說很羨慕我 其實我有時候都很無奈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樣回應 其實你不用羨慕我 你想你就會去做 不要想自己不行 不行的原因只不過是你不夠想做那件事 如果你很想做那件事 你香港人有什麼方法做不到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CREATO Podcast CREATE TOGETHER 我是你的主持 Alex CREATE TOGETHER每一至兩星期 就會跟不同類型的 content creator 分享他們創作背後的故事 由為什麼會開始創作 喜歡創作 創作的過程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或者遇到什麼困難等等 好 那我們立刻邀請今天的嘉賓 我們今集邀請到一個很厲害的嘉賓 他就是一個前旅遊記者 現在他的YouTube Channel 已經過了4萬訂閱 他就是怡富I walk you take Hi Hi 你好 你好 首先不要說很厲害 因為很厲害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我先介紹一下怡富 他是前大Media的記者 離開公司之後 他就成立了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用自由身的身份 拍攝自己喜歡的旅遊特輯 他去了一些很冷門的地方 平時去旅行的人不會去的地方 包括之前去了伊拉赫 土耳其 烏克蘭等等 他就自己一個會做採訪 旁白 剪接的工作 如果大家上YouTube去看他的頻道 你會看到那些影片是超級高質 就好像是有個團隊幫他 但其實是他自己一個做的 那現在你身處在哪裏 好像不是在香港 你在哪裏 我現在在南美的哥倫比亞 我在哥倫比亞 現在就讀西班牙文 叫做進修下 那你的近況如何 我聽說你在那裏讀西班牙文 之後就想在那裏長住一段時間 我暫時都計劃是三個月先的 因為就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又要飛回去中東那邊拍攝 所以就今次叫做小試牛刀 就是試試學西班牙文 一路都想想 我想三年前已經想學西班牙文 我亦都在香港曾經找過一些私人老師 每個星期去上課 就是上兩個小時 這樣就維持了四五個月 但因為那時候還真的有公司做旅遊記者 間中又上兩個星期又要停 又飛走了兩個星期 結果無論是溫習或學習的進度 其實你都好像很異形 你好像在學習 但你從來都不懂的感覺 但一拖就拖了幾年時間 終於今年就來了哥倫比亞 去進修西班牙文 是否有活學活用的感覺 是否可以跟當地人 是呀 所以今年是想試試 其實自己過去說想學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想學 即是你要來到學完才知道自己 又沒有心機學 但結果是OK的 即是原來當你用到一些生字 和當地人溝通到 或者你跟Uber司機 是有些單字的conversation 你整個人都會很開心 那就有些成功感了 其實如果你學一個language 最需要就是可以活學活用到 即是即場用到 是的 而且將整件事生活化 你每天都見到 每天都聽到 你不可能不懂 因為當地人是基本上 很多都不懂英文 即是你喊過飯的時候 你每次都指手畫腳 但你stay三個月 你不可能都是指手畫腳 即是當你每次都進步一些 接著那些人又見到你說話 很開心 即是他會取笑你讀錯音 但他會矯正你 但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即是最簡單就是我去超市 買一些零食 是 見 不是 這些英文 這是錯的 這個也是一個西班牙文 但這個字不懂得讀 Piganda Piganda 但不懂得解釋 但你有這些東西 大概會多了 入腦 就是日常 日常你見到一些字 容易入腦 我見你帶了這個零食給觀眾看 是 這個是什麼零食 我有兩個就是一些 這個是經常吃的一個零食 大家在香港都買到的 絕對不是一些香港的特產 但在這裡買很便宜 香港什麼都貴 這個是D字頭的 紅色的 這個是我經常吃的零食 我就嘗試一下買一些當地人的零食 都是細細包的 但誰知道是很難吃的 哈哈 它是超級鹹 為什麼難吃呢 超級鹹 味超怪 我以為 我看它便宜過這個 差不多10元港幣 我就打算試一下地產品 誰知道是出事的 所以都是吃一些來老伙 就是這樣 都是炸食 好 那我們進入正題 其實為什麼你會一開始去做這個頻道 就是自己去拍片 之後到處去做之前你做記者做的事 但是今次你做YouTuber 就是自己一個去做 為什麼你會開始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開始自己個人YouTube頻道呢 其實都想了很久 就是一直做記者的時候 你都一直想 我沒可能一輩子都要做記者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做傳媒行業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出路 沒有什麼出路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什麼 你有晉升機會 但是你晉升完 你未必是可以繼續出去拍攝 可能你要是坐辦公室的 這又不是我想做 另外就是 其實人工都不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普遍都是偏低的 我自問我人工在記者行業 不算真是最低層那一堆 因為老闆對我都不錯的 我也有加過人工 而升幅都OK 但是始終 你比起童年的打工仔 你都是有一個距離 那你就會開始在想 你多做幾年 你往後的發展可以怎樣 那你就在想 除了自己出來做之外 其實你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可以去 令到自己做到更多 因為我完全是 譬如我那時候 是升了做高級記者 那我開始要管理一些 可能是一些新入職同事 我可能要幫他看稿 改稿 或者是給他一些想法 也有多了很多不同的 admin工作 那其實我又不是特別 很喜歡做admin工作的人 大家看到我到處去看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 我是一個很真是做admin工作的人 以前出去拍到要拿單 要把單位製作 要填療程 你又要交回公司 這些很簡單的admin工作 其實我也很討厭做 即是你是行動型 即是你是做execution型 那些辦公室工作就不太適合我 但你要想自己可以怎樣發展 然後就開始開自己的頻道 就自己出去試一下 就是這樣的原因就是開始 但你問我開始有沒有信心呢 有些又沒有什麼 這樣吧 連你都沒有信心 你怎麼可以呢 你始終以前的觀眾群太多 你太容易有一堆觀眾群 但是觀眾群究竟是看你 還是看公司的頻道 你順便在那裏出現呢 而我就是想別人看我 所以我就開自己的頻道 而我看公司頻道 而記得你 而大家 你明不明白那個分別 就是你 明白 別人自己出來獨自 就是別人會說得出你的名字 多於我是哪裏的 你會覺得有些信心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什麼信心 就是有時候做YouTube 或者是做這些內容創作 你最慘就是你觀眾沒有得抓 有時候可能很多做這個內容創作的人 都會有同一個留言 就是我很努力做那件事 但是沒有收視 我隨便隨便做 我隨便做 或者是用一些 眼睛的東西包條題 很多人看 但是這個就是 沒有啊 你便繼續做 就是沒有辦法的 你純粹可能是 有空又做一些 沒有什麼收視 但是自己有想做的事情 有空又繼續做一些 一定有收視的事情 去平衡自己的心理 所以你問我現在是否很有信心呢 又每次出片都不是特別 很有信心的 就是有時候都覺得 你看不看 不看就算了 就是我都逼不到你看 就是我已經把我覺得 最好的東西表達了出來 而你看不看 可能有很多因素 就是一個人看不看你的影片 可能覺得 那條題不是很適合 那圖不是很適合 或者是剛好 那分鐘太長 我又沒有時間看 然後又不看 因為有很多因素 那你在創作的過程裏面 有什麼是覺得最困難的 就是 可能有少少 會不會有一個時刻 很後悔自己做了這件事呢 後悔就不會後悔的 我能走出來 通常我自己選了的東西 我通常都不會後悔 都有後悔的 不過不是這個後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那最困難就是錢 最困難就是 老實說就是怎樣維新 因為其實我從去年 開始自己的頻道 大家看到我這段影片 其實我都是自己扔錢的 很好 就有朋友介紹 就有些贊助商 會贊助我少少錢 但是那個少少錢 其實都不可以遮蓋到成本 所以其實就是 你拍攝旅遊 和其他頻道 可能在香港拍 或者可能很多人 只是在工作室拍 成本我真的很高 尤其是你真的想拍到一些 很獨家很特別的內容 例如我去伊拉克的時候 我真的計算過你每天 我去20天 不是每天都找導遊 也不是每天都包車 但是起碼一半行程是這樣的 但是那裡起碼每天是 200到300元美金的 一個per day的一個洗費 但是你要給那個錢 你才可以拍到自己想要的內容 這個就是 如果我想拍一些很深度 要付出的成本 但是我自己一開始都會覺得 都是一個叫做投資 有很多人會投資做 很多人會投資不同的東西 可能我喜歡買錶的 我投資在錶上 我喜歡拍電影的 我自己自知去拍電影 而我只不過是把 我喜歡拍旅遊的東西 或者一些深度遊的節目 當作是一個我自己的投資 所以你現在有回報沒有 其實我早前回香港 留了三四個月 就賺回 很幸運就有很多人找我做事 我就成功賺回上一個旅程的洗費 但是那個位置就是 如果我的目標是旅居 你要持續在外地有收入才可以成事 這件事就繼續努力 我都有收入的 但是很某程度上 是因為香港有些事未做完 拿過來做下去 但是你要在這裏由頭開始 就是有沒有公司是由零開始 找我create一個content 而我有收到一個比較合理 我真的有賺取回報的收入 就是沒有了 就是我現在所有的廣告商 廣告其實暫時在這個moment 都是一個回本的一個價錢 就是至少不用蝕著去 不用蝕著做的 就是我暫時現在在南美生活 起碼我這幾個月的洗費 我都是有一些收入去 cover 整個成本 但是長遠來說不是可行的 就是你沒有理由永遠都是 一輩子都是打和的 所以就要再看看 怎樣去更加可以再令這件事 就是內容更加好些 令到多一些廣告商 肯下廣告這樣 我見你其實在那個拍攝過程 因為你的表達手法是很有趣的 就是以故事形式 還有會有很多不同的 訪問不同的人 當地的人 去表達那個故事 表達那個文化 也會問回當地住的香港人 去找他們跟你一起去玩 其實這個方式 不是很多youtuber或者旅遊人 都去做的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 有沒有遇到什麼很難忘 或者中伏 我找到當地人超級中伏 有沒有遇過這些東西 通常如果太中伏 其實我未必會拍的 如果那個當地人 不是說未必會拍的 就是因為你做 content creator的時候 當你問到那個受訪者 他是沒有了道的時候 你簡直不出 或者你會 skip 了 我遇過一些導遊 是說話很廢 或者是他講一些英文 我完全聽不到的 那我就出很少 但是大家在整個製作過程 或者影片流程 是不會知道 其實我遇到這些困難 但是我譬如因為以往 做記者的經驗 就是可以令到我知道 我問了那個人 他說的話 究竟有沒有一個可取之處 就是有很多人說話 是說完一堆東西 但是說廢話 就是說今天天氣很美 我經常都會問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這個城市 因為這個城市很美 因為這個城市天氣好 這些就是一些 可能大家未必會在我的訪問那裡 我聽到的一些內容 就是因為我已經篩選了 所以你說 有沒有遇過一些很中伏的導遊 當然是有 但是普遍我覺得自己都比較幸運 就是遇到大部分都很好 就是很願意說話 或者是有時候 有些導遊不肯說話 你就要想方法怎麼哄他說話 這個都是一些技巧 或者是他不想說原來 他不想對鏡頭 但是很尷尬的就是 我一早找你 我是說我來拍攝的 你不想來做鏡頭 但是你做我導遊 你明白嗎 都有這些情況發生 有試過的 有試過的 在伊拉克 但是幸好就是另一天 剛好那個沒有空 就換了另一個導遊 就很願意說話了 所以都是很幸運 那有沒有其他 試過很難忘的經歷呢 就是在拍攝中途 拍攝中途最難忘的經歷 都是辛苦到哭 我都真的在伊拉克辛苦到哭 我以前看過就是 伊拉克在火車上的一個浮白 是啊 因為你那時候 叫做剛剛開始這個頻道 你會覺得你要做一件事 是可以令到別人有個記憶點 所以你就要選擇一個地方 是比較香港人少去 也都議題性很大 所以我當時就選擇了伊拉克 但是選擇了伊拉克 你一個問題就是 你都很大壓力 大壓力的位置就是 你每天都在扔二三百元美感出去 你會覺得 你要做好這件事 不是你來做什麼 所以去到火車那一刻 那天經歷了太多 很不如意的事 也有一點不舒服 結果身體就真的不頂得順 嗯 這個 因為其實我以前 無論我以前做事 或是自己個人都很少會哭 尤其是哭 除了情緒的哭我比較少 以及辛苦到哭我都比較少 對 其實你都身經百戰 我自問 由以前到現在 都是比較捱得苦的 對 就是 你要捱餓也可以 你吃差一點也可以 但是 那次真的辛苦到 真的很辛苦 因為那一下 你會在想 如果有攝影師在我旁邊 就好了 那就是自己一腳踢的 中間所經歷的苦 真是 不過幸好 其實是隔著螢幕都感覺到 我們 我們都很為你擔心 其實那一集 如果是未看的觀眾 其實可以去看 就是Ivan的 伊拉赫 其中一集 很值得 很值得去看 很值得回味 因為那個苦 是不是 你失去了火車 沒有了火車 然後 真的上到火車了 那時候 那一刻 情緒就爆發了 對 因為你本身買不到火車 誰知道上到火車那一刻 然後你又真的很累 我要睡覺了 而且 你本身不需要坐這輛火車 而你打算拍些東西去坐這輛火車 就是 你那一刻就會覺得自己拿來賤 你打算 因為以往的經驗就是 不知為何我坐火車 在印度火車 埃及火車 都很多人看 那我就覺得 基於以往的經驗 我在伊拉赫 都應該要坐火車 但其實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結果就是 自己拿來賤 然後就覺得 在懷疑自己人生的感覺 那一刻 你有沒有想過 哎呀 我不想做了 我放棄了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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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 頂不住 但幸好 第二天 就沒有事情 因為我第二天 就上北部 又要坐五個小時的車 那天 本身是一個半休息的日子 幸好我病了 就不斷睡 睡完 就好很多 第二天 都是要繼續拍的 因為那個地方很重要 都放棄了五分鐘 休息完 其實那個意志力在這裏 其實都是會爬回來 是啊 但是就是 對 但是因為 實在太深刻印象 就是 我會不會有第二次這樣 我應該都不會讓自己這樣發生 還有你那時候 你會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裏 就是你那時候 平時拍攝 你沒有想過自己 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極限在哪裏 就是原來我想過 就是我那天拍了連續第十天拍攝 是連續第十天拍攝 是每天都拿機出去拍攝 然後你就發現原來你是到了極限 就是你不可以連續拍十天 就是你拍可能七八天 你要休息一下才可以再繼續 但是都是那一句 每分每秒都是錢的時候 你就在那裏 打算拿著自己的時間 打算拿去 然後就可以休息 誰知道原來是頂不住的 作為一個 我自己去計劃你的拍攝 之後自己做 自己剪 自己後製的創作者 那你是怎樣計劃你整個律 整個創作過程 首先就是 你要 因為我拍攝旅遊片 首先就是 你要找一個國家 你是很喜歡 或者是很想做的一個內容 然後你就要開始做一些 這個國家的研究 因為世界很大 你不可能每一個國家 你去之前都認識完 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好像覺得我對伊拉克很多了解 但其實我去之前跟所有香港人都一樣 是不懂的 真的不懂的 都真的純粹是靠 不斷看很多 research 看什麼 research 就是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全部都看的 因為現在YouTube太多 這類型的 content 你要就這樣 search 某個國家的這些事情 其實很容易找到的 除非你去一些非洲 或者中非國家 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但普遍去一些去到的國家 你都應該是找到資訊 你找完 research 之後 你就要去想一下 你要怎樣拍一些東西 就是你要找些什麼受訪者 因為我自己拍片 我很少可就這樣 solo 全條片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想做的 content 我不是一個普通的travel vlogger 只是去到我拍vlog 就是我今天遇到A、B、C、D、E 就完了 而是我通常拍的影片 我都是很想跟當地人有些互動 就是跟他們帶我看他的生活 或者說他對自己的國家的看法 instead of 我自己就這樣表達到 我去了那個國家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沒有什麼資格去做這件事 或者是我說的東西很膚淺 如果我只是一個人去到那裡 說第一次的感受 其實你的那些感受 有沒有代表性呢 是沒有什麼的 因為都是那句 我以前做記者出身 所以你說任何的內容 或者你製作任何的東西 就是你要找一些當地的人 跟你分享他們當地人正宗的看法 找完當地人的時候 你找到一些受訪者 那你就要想一下你的行程 就好像你自己去日本旅行 可能很多人去日本旅行 都是由10點去到 早上10點去到晚上10點 而只不過我把那件事 是拍攝的時候 我就想 我大概去那裡幾多個小時 我去那裡幾多個小時 然後就是一個自己的 itinerary給自己 然後就計算自己的預算 然後再看看Visa 或者是那些問題 然後沒有什麼就衝過去拍 那拍攝上 都會遇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的事情 例如我有遇到一個牙醫導遊 事前我不知道他給我牙醫導遊 那牙醫導遊說到什麼 我不知道的 我通常是怎樣 怎樣在拍攝的過程 漏去說話呢 就是 通常未登記 我們要坐車去不同的城市 認識了大家 就先吹一下水 坐車的時候 吹了水 原來他在那個城市 曾經被ISAS佔領 他在那裡做過醫生 跟著也都會有一些故事 而剛巧我經過那個城市 距離他的市鎮 只有一個小時車程 那時候你就要馬上用你的判斷 我去不去 那當然去啦 老年都去啦 就是很多你想的東西 你理想有個picture 你拍的東西 跟你實際拍的東西是不同的 但是就根據個人經驗 就算拍到些什麼 我都會做到一條片出來 那只不過是那條片 是不是我最想做 或者最內容豐富的那個 content 那之後就是 拍完之後 又有一堆東西 你就要自己去做剪接 或者是寫稿 去砌flow 跟著就是 正常厚制 跟著就 出街這樣 是 那你整個過程 有這麼多東西 就是預期不到啦 都是要去到當時才知道啦 譬如可能 去到當地 那個給誰導遊你 那有些什麼 是你的底線 就是說 我看到這件事 或者有些什麼情況之下 是 我一定不會go forward 或者 有沒有這些情況發生過呢 犯法的事情 我不會做的 我不會做一些 大家都不要做 我不會做一些 犯法的拍攝 我是不會做的 或者是 你真是很隱蔽鏡頭拍攝 我通常都很少做 因為我覺得 做的內容很辛苦 你又不是 給你拍 你要偷拍 那有什麼意思呢 你明不明白 我要拍 我就要光明正大去說 那件事 而不是拍那些偷拍 跟蹤才做到的故事 或者要爭底 但是 底線就是 我任何拍攝內容 我都不會有 一些犯法 或者踩界的事情 出現這樣 我看到你去伊拉克 有很多軍人 在街上 其實 你收起相機 那一刻 我都會有點緊張 他能否看到 是的 那些軍人說 不能拍攝 你都可以偷拍一下 但我又真的 有點難 總之 如果你有兩個人 有人幫你看照片 拍拍拍拍 然後你又收收收 拍拍拍拍拍 但我一個人 我懶得搞這麼多事情 以上 例如在 Этот計画 其實我有看過外國Youtuber 都偷拍拍拍拍拍akte 很好的 цен sentido 有捉到就有事 你推出了這個頻道一段時間 我都見很多觀眾會在留言板上跟你做一些互動 觀眾的留言有沒有對你相對的影響 或者對你創作上有一些inspiration 我的觀眾都很好 你說創作上有沒有什麼inspiration 通常都沒有什麼 因為我經常問他們有什麼感受 他們都會說好看 你明白嗎 怎樣才是好看 他們不會對我創作上有什麼特別的推薦 當然有我也很喜歡 但是除了觀眾很認真地留言 有很多很認真的觀眾都很認真留言 我都很開心 他們喜歡看就是 你創作出來就是想給別人看 而他們喜歡看而認真留言 這就是你想做到的事情 這很重要 或者我自己想做到的就是 為什麼我經常去到一些南門國家呢 就是因為我想告訴很多香港人 其實那裡是可以去旅行 或者是這個世界很大 不是只有日韓、台泰這些地方可以去 而是很多很值得去 或者去看別人的國家怎樣生活 會不會給你很多啟動呢 這是我最開心的 因為甚至有很多讀者看完我的影片 說 Ivan 你將來如果真的有機會帶團 我真的跟你去 這也是我很想去做到 或者帶到一個訊息 就是世界可以很大很不一樣 大家不如盡情去探索一下 這個可不可以說是 其實你一直做創作的那種使命感呢 是不是使命感呢 我想做的事情 我不會覺得是一個使命 因為這件事是我想做出來的 但是那件事是不是一種使命 我又不知道 只不過是我 後面很吵 後面很吵 只不過是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一件事 而是譬如我也有去土耳其 我也有去參加一些船宿 上個月真的有個女生 真的去了我同一個船 就是因為看了我的影片 那我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很多時候拍的東西 我因為很開心去分享給大家 而是有讀者會跟隨我的腳步去感受我感受的東西 都是令到我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在創作上去影響到人去跟隨你 或者去… 又不是跟隨的 可能都是同樣地去感受一些東西的話 都會令你繼續去走下去 不是 雖然有件事是很老套 但是我依然覺得 每個人都是有一個一定的影響能力的 就算你做很微細的事情 或者我在做的事情 都是… 真的很老套 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 是啊… 是啊… 這件事都是我經常都會做的 就是… 香港人很少女居 我就試一下 那我會不會又是令到別人又是另一個生活的看法呢 就是我經常都… 就是很多… 因為我最近都有做很多不同的分享 亦都有一些是… 中學生呢 那他們都會有時會在那裡 問我說 我覺得自己的前路很茫茫之點 那我經常都會覺得… 沒有什麼都試一下 就是…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選擇 那我現在就是… 試一下我人生不同的方向 或者是我會經常跟他們說 就… 嘗試找一些工作是可以在世界工作 instead of 我的腦袋 永遠就是我畢業在香港打工 就打工 而是我想告訴人們 是世界工作是可能 而是世界上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為什麼香港人沒有什麼這些人這樣做呢 是的 令我想起其實你在你的影片的訪問裏面 或者可能的同伴裏面 都很多是香港人 去到當地 或者去土耳其學土耳其文 或者在伊拉克教書 這些其實會… 你是用影片來 將他們的生活生命 去告訴我們 原來真的可以有人去外地去做這些工作 仍然是可以在生存很開心 還可以學習 其實我很早期… 即是我很早期 一出發的時候 我很抗拒不希望做這些影片 是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 你會知道一定有收視 而你本身是想解掉這個… 這個… 這個… 那時候因為以前 由做記者開始 我已經開始做這類型的題目 只不過是… 當時的影片沒有那麼長 也都不需要那麼仔細 可能五分鐘又有 八分鐘又有 也都不會去到十幾分鐘 這樣… 十五分鐘以上是好笑的 但是就… 以前… 那你就想解掉 一樣收視的保證 就希望憑自己的實力 就可以… 不如做自己的風格出來 就不要經常做那些訪問 因為對於我來說 做那些訪問 已經是… 好像一個pattern 這樣… 即我去到… 基本上我不用怎麼想 我都知道要問你什麼 即是… 嫁到這世界XX 香港人最主要看些什麼 人家人工有多少 人家住宿怎樣 嘩…兩千元住到千尺豪宅 這些全部都會在我標題那裡見到的 有時候這些就是… 我很開頭說的就是 你要滿足香港人的口味 即是你無可奈何 你是要滿足他的口味 你繼續做 怎知道我最高收視的那兩條片 真的是香港人訪問 我都是要 但是我去到後期 我又有一點點心態上的改變 即是今次我出來之後 我有一點點心態上的改變 我開始不太抗拒做那樣東西 而是我會想繼續記錄他們的故事 即是我心態上有一點點不同了 而是… 我其實繼續… 即是我想表達的訊息 是生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是的 那我繼續記錄不同香港人在不同地方生活 都是我一個… 我能力做到的事了 是的 我都是大眾來的 我都有看的 我都喜歡看的 是的 即是因為可能… 為什麼呢 就是我為我… 我為我… 我為我看的人發聲 先 可能是因為很relatable 因為香港人在外地 那我自己是香港人 那我會好… 我會好… 我會代入了在那個人裡 那所以… 即是這一種… 這一種片 對於可能一個 困在香港很久的… 旅行不到的人 然後就會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 原來生活有另一種方式的 這樣 是的 但有時候呢 很多讀者都會DM我 說很羨慕我 其實我有時候都很無奈 即是有時候都不知道 怎麼回應 其實你不用羨慕我 你想你就會去做 但即是他們下一句就說 我不行的了 即是他給了很多藉口 自己不去做那件事 即是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讀者 都有DM我 說我很羨慕你 可以這樣生活 出去外面又找到錢 但其實我用了過去四五年的工作機會 才走到今時今日 我可以有能力在外地找到 打和的收入 都不是說趕賺錢的收入 但起碼我踏出了自己第一步 所以即是都… 我想回應回所有我的讀者都一樣 就是… 不要想自己不行 即是不行的原因 只不過是你不夠想做那件事 如果你很想做那件事 你香港人有什麼方法做不到呢? 你都幫我wrap up了整個…整個podcast 是的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message 給大家觀眾 就是… 即是不要給太多藉口 那我們要做的就去做啦 好 那我們多謝Ivan今天的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大家 多謝Iva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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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